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Jayden 我今年五岁了 李姐姐姐我好紧张 今天我是第一次录节目 Jordan 其实小小的紧张 Jayden 其实小小的紧张 已经程度上能够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 反而有帮助呢 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 让我们自己不那么紧张 今天Lydia就来教大家几个 缓解紧张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要对完成的任务 有充分准备 没错 所以我得想太前 我看了很几遍太前 再告诉你第二个命名武器 那就是做深呼吸 深呼吸有利于分散 我们的紧张的情绪 非常感谢我们的Lydia和Jayden小主播 其实呢大家常常会有下面这种感觉啊 首先我们来说说情境 是在哪些情境当中 第一个见陌生人 第二个刚刚入职 第三个是考试 第四个呢是演讲 还有等等这种要见很多人的时候啊 我们常常会觉得 哇好紧张啊 紧张会有哪些情绪呢 比如说啊心跳加速 或者是出汗 脸红 身上也在颤抖 声音也会越变越小 没有底气等等 还有一些时候呢 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紧张 但是啊大家看我现在的身体 是非常的紧绷的 其实这种时候呢 也是处于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 这些时候呢 不仅仅是刚刚讲的一些啊 在出现在那些时候 其实呢也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或者呢是在我们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其实呢生活不是战场 而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除了刚刚Lydia教我们的那些方法 还有哪些小窍门可以缓解我们的紧张呢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停止自我攻击 学会享受生活 很多人啊都对生活有苦大仇深的认识 因为常常我们听到爸爸妈妈讲说 如果你要取得成绩的话 必须要怎么样呢 要这个勤奋啊 头悬梁追刺骨 不能做这个人下人 不能做人中人 一定要做人上人 啊很多家长这样跟小孩子讲呢 这样的一种家庭教育 就会把这种吃苦渲染的像美德一样 所以说这样的苦大仇深的教育太多了 我们的灵魂会对轻松快乐 反而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好像轻松快乐是不应该的一样 那么在这里 Summer想要说的是停止自我攻击 只有让自己活得轻松舒服 才能让自己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 从而呢更加的高效 更加的有自信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方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尝试信任别人 在依赖当中让自己变得柔软下来 很多紧张型的人呢 他们往往攻击性会非常的强 因为他们不擅长与人合作 对人的信任度是不高的 或许他们已经习惯了 在非常多的竞争环境当中 保持这样的一种敌对关系 当我们在我们的环境中 可以建立一种可以依赖的关系的时候呢 相对的我们身体就会放松下来 心灵呢也有了安放的地方 我们就不再那么恐惧了 所以多去尝试 多去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吧 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过去了的就Let it go 不要再想了 享受每一个当下 比如说在一场比赛当中 我们就应该不断的暗示自己 不要去在乎自己的失误 不要太计较自己的名次啊 荣誉等等 享受比赛的每一个当下 比如说我在这个钢琴比赛的时候 我突然弹错了一个音怎么办呢 不要再去回想它了 Let it go 已经过去了 享受这个比赛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呢 三本也要告诉大家 生活是用来享受的 而不是用来比拼和攀比的 它不是你的战场 而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愿你呢能够好好地享受生活 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放松下来 也是尊重自己的表现 哎呀 周恩 你在干嘛呀 周恩 你不是让我做深呼吸吗 我说的这个是在上台前做的 咱们继续录节目吧 在台上要时时刻刻地专注在自己的养处中 那就需要说错了跟做错了 没关系 Let it go 不要再去想了 否则会做更多的错误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要跟大家说再见咯 希望你们咯 再见 哈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萌娃访谈室 我是Summer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访谈室的可不是萌娃啊 终于有一个和这个Summer老师年纪比较相仿的这个小来宾了 我们有请他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除夕雨 我今年16岁了 你这个眼睛左右摇晃 是什么不想说出自己的年龄吗 是的 我希望自己只有6岁 只有6岁啊 16岁你不喜欢当大人吗 不喜欢长大吗 嗯 我不喜欢长大 因为有时候长大它其实更多的意味着一种责任 哇哦 16岁的小朋友能想这么多啊 但是因为长大了比如说可以穿妈妈的高跟鞋 用妈妈的化妆品也可以自己出去挣钱了 你不觉得很好吗 嗯 怎么说呢 这些权力往往是带出一些责任的吧 只能说长大的这种东西 有好有坏 哇 我第一次觉得这个我主持蒙娃访谈是我被教育了一顿啊 Summer老师应该反思 那你是哪一刻觉得自己长大了呢 嗯 就是我想起一件事儿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沿线在国内的时候 晚上我一个比较好的朋友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 喂 切西域 我离家出走了 哦 就她离家出走了 对 她离家出走了 她说她受不了妈妈 然后也非常不理解父母的一种行为 然后就离家出走了 就我想问一下你是多久来西西兰的呢 哦 我是去年 去年六月份 所以说其实你14年的光景都是在中国度过的 哇 中国和这边你觉得哪个环境让你觉得更轻松一点 嗯 怎么说呢 在学业上肯定是这边轻松一点 嗯 因为在中国其实过的压力比较大嘛 对 就像你说的你那个朋友 你觉得他他处于一种叛逆期 对 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你也有过这样想离家出走的想法 是 哪件事情让你想离家出走 嗯 就是有的时候被伴妈妈训的时候 比如说嗯 我有段时间特别特别喜欢看课外书 就是到了那种不想写作业也想看课外书的地步 因为在我知道在中国学业其实升学压力是很大的 是 对 然后那段时间就疯狂地看课外书 对 就是那种比如说我去上厕所 我也想报本书进去上的那种 对 然后我妈妈就训我 她说这样对眼睛不好啊 然后因为我本来眼镜是吗 对 然后她说这样对眼睛不好 就不让我看 我就那段时间就特别不理解我妈 就所以说你那个时候开始 这大概是多少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十二三岁 十二三岁 对 所以说你那一刻觉得说你是不被理解的 是 是 那么来 你现在十六岁了 你觉得你妈妈现在的对你的一些做法 你觉得是能够理解的 是 比如说哪一些你 比如说在原来看上去觉得说 妈妈怎么会这个样子 但是现在看上去觉得说 哎呀 她也有她的道理 哪一些事情 就是 嗯 我现在回想起我的童年 就想那个时候 每天都被我妈妈逼着写日记 然后 妈妈不会还要偷看你的日记吧 是 她都要检查 每天要检查 这个就我十大未解之谜了 这个为什么自己要被要求写日记 父母还要检查日记 日记的意义何在呢 对 好 继续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无奈 然后没写日记的话就会被训 如果我那一天实在找不出什么特殊的事情了 我妈就说你可以写昨天的事 我当时蒙掉了 但是现在想起来就是 因为我现在有在进行自己的一些文学创作 就是 你有文学创作现在 就是我有写小说 其实也算是小时候写日记打下的功底吧 哇 你小说 那我们能够在网上搜到吗 可以的 在国内的网站 你能不能跟大家透露一下 我们尝试搜一下 那就算不算打广告了 不算 我们就免费给你打广告 赶快趁这个机会 在3G书成 3G书成 3G 书成 书成是吧 搜什么名字可以搜到你 我的笔名叫白落鱼 白 落鱼 白落鱼 白落鱼怎么哪个白 白色的白 白就是白色的白 然后落就是落花 白落哪个鱼呢 鱼就是鱼美人的鱼 白落鱼 哇 我突然觉得 这个文学造诣有点高啊 我有点跟不上了啊 所以说你觉得 你现在已经是跳过青春期了 是 那么你对还在青春期的 就是朋友们可以说 给他们哪一些的建议呢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 就是要做到交心比心 有时候需要换位思考 就是我觉得不妨坐下来 跟爸爸妈妈就是常谈一下 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呢 就可以心平气和的跟爸妈沟通 就说今天我这件事情 我哪里做的不对 是 你哪里做的不对 然后双方一起改进 其实青春期很容易就过去了 妈妈说我没有做的不对的 你该反省一下你自己 对 其实你刚才说的特别好 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 就应该将心比心 其实把自己内心的一些不愉快 说出来 我相信会对青春期的小朋友们 有一些帮助的 是的 今天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的 这个演播室 期待我们下一次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生活的点滴 还有你的一些 比如说文学作品好不好 好的 好 我们跟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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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